萧氏企业有限公司在农历年前捐赠了10万元 而透过了花莲市公所社福公益整合平台 在市长以及花莲市代表的见证下 赚赠给花莲市16个里的里长 总计有100户近平边缘的家庭受贿 花莲市公所日签捐10万元善款 依据萧氏企业有限公司萧雄章董事长的指定名单 赚赠给花莲市16个里 收到善款的里长也纷纷表达感谢 因为这笔每户1000元的善款 可以让未符合社福补助资格 但生活的确面临拮据的边缘户战斗难关 也碍于行政上的一个法令关系上 有许多的边缘户并不能申请 所谓的中低收入户的一个申请 那借由萧董事长的一个爱心 在此也谢谢萧董事长 对于里内 花莲市各里里内的这些边缘户 能够及时的关怀 成获第18届十大爱心奖表扬的萧雄章董事长 目前是花莲市公硕客家咨询委员会荣誉主委 也是市政咨询委员 藏其默默心善关怀相礼 而市长魏嘉贤也为他所做的善举给予肯定 那在此要代表我们这些家庭 谢谢萧董事长 那我们也十六个里里面 我们里长都一定会把这些萧董事长的心意 然后转正到自强部的手上 那我们知道其实花莲市虽然是一个工商发达的城市 但是有很多从外乡镇来到花莲市工作或移居的朋友 但是他们可能生活也比较辛苦一点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些关怀关注 能够让这些人可以得到及时的一个关心 那未来如果说我们身边周遭有需要协助的朋友 也可以来联络花莲市公所 不论他的户籍在哪里 我们还有食物银行可以来实质性的帮助到 需要帮助的朋友 魏嘉贤表示 萧董事长除了定期对弱势卷助物资 独自发放三节未问津 协助乡里平落家庭暂渡难关之外 更从花莲市公所推出任养路灯政策之后 每年都会以公司名义任养 至今已经迈入第五年 新善公益不落人后 回馈社会的精神更是令人感佩 记者 徐立晴 花莲市报导